大家好 我們今天從上禮拜講到那個 上禮拜有一題有跳過 之前有一題有跳過 然後上禮拜說要補獎 然後大家可以翻到一下講義的第11頁 99年的台大睡法這一題喔 就是因為我們上禮拜在講一些協力誤的部分 那這一題其實就跟協力誤其實是比較有關係的 所以我們之前是有跳過嘛 然後這地方幫大家補回來 那這題在講說 納稅義務人假以他人名義買進法派物 登記他人為所有後再進行出售 那外報財產交易所得 那也沒有提出交易時的實際交易價格及原市取得成本費用等文件 那兼機關一 除以查德之資料按財政部頒訂的財產交易所得標準 推計合定財產交易所得稅 財產交易所得之課稅課體訴額而合定補徵課稅額外 並以該合定之財產交易所得 合定漏稅額依所得稅把第110條第1項之規定署以罰還 賈不服金婦查術院博迴向高等行政法院提出訴訊 訴訟請問賈德惟何種主張那國稅局應該如何答辯 那這一題大概就是分成兩大塊 前面這一大塊大概是在從1234 前434號 他在講的一個行為就是賈 買了一個房屋然後登記在自己的 不是登記在自己的名下登記在別人的名下 然後後來又再把它出售所以他有賺取一個所得 而且他沒有申報所謂財產交易所得 因為當然因為他不是登記在自己的名下 所以他自己當然不會申報財產交易所得 那這個行為其實是有所謂的討漏稅的可能 還是說有所謂的租稅規避的可能 這個地方是第一個我們要去判斷的地方 那第二個如果他是租稅規避的話 那我們就要做調整的動作 那租稅規避的調整的可能性有很多 那因為他這裡沒有提出當時的交易價格跟原始取得成本 費用嘛 所以這個部分金額要怎麼來的 那這個地方金額大概就是從我們剛剛 這上一個禮拜跟大家講的 因為國稅局他能夠去調查他就要去調查 那沒有辦法調查他就只能怎麼樣 就推計課稅 所以後來他就要用推計課稅的方式去核定這個 他應該要補稅的金額 那再來的下一面 下面要提到的就是那他用推計課稅的金額 來去 核定他的處罰 那這地方是不是有所謂的 處罰不得用推計的金額來去做處罰這個規定的問題嗎 那就是我們前面提到的三個比較重要的 這整個題目大家比較碰觸到三個地方然後 就從這三個點去著手 來看一下這邊有什麼問題喔 第一個從假的方向來看 呃 還是寫一下好了 因為第一個我們在討論他到底是一個租稅的 規避 還是一個討論稅的行為嗎 那第二個是推計課稅的部分 那第三個就是他的處罰 那在第一個部分來探討的話通常我們會 首先 大家去仔細的去看說 其實他是一個 所謂的登記在他的名下 所以這是有一個見名登記的一個關係 那見名登記的關係其實在民法上是一個承認這樣的一個行為 他認為說在民法上的見名登記是一個無名契約 但他是一個有效的契約 所以他在民事上的契約是有效的 所以他有沒有隱匿這個事實 沒有他也是知道這個事實 所以這一題其實比較難去處理的第一個點是因為他沒有去做任何申報的動作 但是他的契約是有效的契約 所以就甲而言 他可能第一個主張 他只是一個租稅的規避 而不是有逃漏稅的行為 這個是對甲而言他第一個要主張的東西 就是他頂多就只是租稅規避 而沒有逃漏稅 那第二個呢 用推計的金額來去做 可可補針 這地方應該覺得上是甲沒有辦法做任何主張的 因為他沒有提供任何的單據跟資料 那 國稅局要怎麼樣核定 當然也只能用推計的方式 只是推計的金額能不能拿來當處罰的金額 這地方又是假應告主張 就是推計的金額不可以拿來當處罰的金額 對不起 推計 如果是租稅規避的話 第一個要先討論的是 租稅規避是只能夠補稅而不得處罰 所以對甲而言 他第二個要主張的應該是不得處罰 那他再來第三個就是 如果真的要處罰的話 那推計的金額 不得拿來做為處罰的金額 這是從甲的方向來看 那如果從國稅局的角度來看呢 他第一個一定會從 他是一個逃漏稅的行為 為什麼可以說他有可能有逃漏稅的行為 是因為 他登記在 他人名下當然這是在名堡上沒有問題 可是 他沒有申報啊 那個他人有沒有申報 目前沒有寫 那看起來也是應該也是沒有申報 所以兩方都沒有申報這個財產交易所的情況之下 那就有可能產生逃漏稅的情況 那但是自己要假設一下 如果說今天雙方都沒有去申報的話 那就會有逃漏稅的可能 而且其實甲 自己通常 就算你是見名登記 你是實質做人 通常我們還是會認為說你應該要申報 當然啦 你就是 形式上你沒有這個名義 但是你會覺得你沒有辦法 必要去申報 那再來就是 第二個主張是他當然可以推計啊 就是因為他沒有查到任何東西 那第三個是 他可以依據那個 最高行政法院的決議 是主張說他可以用推估的金額來去做處罰定格 那就雙方而言大概主張大概就是這樣 因為他沒有進協利物所以他可以推計 至少是 逃漏稅 或者是至少可以 補稅 用 經濟觀察法的方式來去做補稅的動作 那這個地方記得就是 因為 我們在寫這個時候 還沒有把納保法寫進來 那納保法其實他的新的規定是什麼 就是如果他是租稅規避行為的話 租稅規避行為 租稅規避行為的話 通常是什麼 克 至納金 這地方是不處罰的 都會帶到這個地方來 如果是 那所以對於國稅局而言他當然他盡可能他就是 如果按照新的規定他通常 通常會把他直接拉到說 他是一個 有沒有他 該報沒有報 短漏報的情況 那他就會認定你可能是有逃漏稅的情形 那你逃漏稅的話他就會直接做出罰的動作 那再來是這一題的部分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回到第 20 直接翻到30頁 我們在講稅圈的整個救濟程序喔 那稅圈救濟程序其實他是比較特別的一個狀況是 他跟我們一般救濟程序 一般行政法上的救濟程序其實大致上是差不多的 那他最大的差異是他前面多了一個所謂的 在宿院之前的一個先行程序就是所謂的複查程序 可是並不是所有跟稅有關的 處分都要經過複查 而是合客處分 才需要經過複查 如果你今天去申請的是一個退稅 要被否準了 那你的退稅 否準的那個處分 其實是不需要經過所謂的複查程序的 所以整個程序來講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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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